美国总统乔拜登5月16日 在华盛顿特区的椭圆形办公室 会见了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·弥佐塔斯基 并表示他们将讨论对乌克兰的继续支持 以及贸易伙伴关系 弥佐塔斯基形容美国与希腊的关系 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两国共同面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挑战 他补充道 二人同时将讨论能源安全问题 据了解 上周希腊议会批准了与美国的国防合作协议的更新和修正 1990年首次签署的美国希腊共同防御合作协议 允许美军在希腊领土上进行训练跟行动 2021年两国达成了最新修正案 扩大了合作范围 允许美军在另外四个军事基地驻扎 包括希腊中部和北部的两个军营 以及克里特岛的一个海军基地 米图塔斯基告诉议会 该协议保护该国免受安全威胁 将允许升级军事设施 并且是对希腊的信任投票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希腊正在成为该地区的能源中心 优优领 hak receh 30分钟 混写 몰�免费 继续